原标题 亚太军情观察专家解读 美国空军B-1B轰炸机 为何发射两枚生产型反舰导弹 亚太日报评论员王宝财 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网站报道 该公司生产的AGM-158C远程反舰导弹 LASM成功完成了第二次双弹飞行测试 提前实现了年底前在美国空军B-1B轰炸机上 完成早期作战能力VOC的要求 此次实弹测试于5月22日 在加州南乌木国家海军空战中心海上靶场进行 来自空军第七连队铸德州戴斯基地的一架B-1B轰炸机 投放了两枚反舰导弹 导弹飞过所有初始导航点后 转换到中指导模式 并使用弹在传感器采集的信号 将导弹向海上移动目标引导 导弹在飞行末端 主动识别出特定目标 并成功命中通过使用 在战时敌对环境中能减少对爱平台 网络链接和GPS导航依赖的技术 LASM主要用于能自动探测和摧毁海上作战群中特定目标 航母战斗群中的航母 凭借其远程外识别和战术作战能力 LASM将在美国海军进入公海或蓝水水域航道上 扮演开陆先锋的角色 重点打击敌方航母 LASM是一款以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为基础的精确制导 反舰防区外封程型导弹 主要用于满足美国海军和空军在敌对环境中的作战需求 空射形式为美国海军早期反水面作战增量I项目提供作战能力 该项目要求在2018年和2019年 分别为美国空军B1B轰炸机和海军FA-18E美楼超级大防风提供基载作战能力 LASM配音每约453.6千克侵入爆炸型战斗部 使用一套武器数据链 由VSAT提供的L波段组件 一套增强型数字抗干扰GPS和一部多摩传感器导引头来探测并摧毁海上战斗群中特定目标 传感器导引头组件集成了一部用于大范围目标捕获的被动射频远程目标传感器 把公司研发和一部末端目标红外成像导引头 自美国推出空海一体战理论以来 如何在中俄这种强敌面前作战一直是美军关心的问题 为此 美军在武器研发上大胆进行改革 针对中俄反侦察 电磁干扰 导航干扰 网络攻击等复杂环境进行技术革新 由于美国海军没有远程轰炸机 也没有兔子家的DF-21D反舰弹道导弹 只能借助具有远程作战能力的空军轰炸机发射LASM 完成对中俄航母战斗群中航母的模拟攻击 尽管兔子家航母战斗群拥有强大的防空能力 但对付这类大大减少和外界信息交换的反舰导弹 仍需深入研究 作者简介 王宝才 亚太智库研究员 火箭军工程大学培训系讲师 著名时事级军事评论员 长期从事开源信息和军事装备 及战略战役战术理论研究 亚太军情观察作者 均为资深军事记者和评论员 专栏紧扣全球军事热点和动态 为读者借其大国国防政策 地缘军事动向 国际军事技术 新型武器装备 以及军事战略思想等 来源 亚太日报